全红禅最逆天最不可思议一跳 已称跳水界不解之名 周济红都傻眼 精彩开始前 还是劳烦各位长安视频点赞加关注 但更多喜欢全红禅的朋友能看到这条视频 好了言归正传 这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 众所周知 中国梦之队在跳水界 一直都是不可磨灭的存在 尤其是全红禅的水花消失数 那家伙简直了 根本就是让对手文风丧胆的存在 可以说全红禅深受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奥运会冠军 以及全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 所以毋庸置疑 全红禅在跳水界 那是响当当的存在 并且只要提及跳水 相信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跳水三小只 全红禅 张佳琪以及陈玉希 那么当这三位小将齐聚一堂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反正小编就只想到四个字 神仙打架 话不多说 下面小编就带大家回到比赛现场一看究竟 在第一轮比赛中 率先出场的是代表北京水立方出战的张佳琪 他第一跳选择的是难度系数3.0的动作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漂亮 虽然路水不够垂直 但好在对水花的处理还是不错的 最后拿到了81分 接着出场的是代表上海号杀的陈玉希 他第一跳选择的难度跟张佳琪的一样 都是难度3.0的107B 不一样 虽然对水花的处理没有那么完美 但整体来说还是无伤大雅的 最后拿到了76.5分 最后出场的就是代表广东海英的全红禅 他第一跳选择的难度 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听解说就能看出 这一跳还是有点瑕疵的 最后只拿到了78分 第一轮结束 张佳琪位列第一 全红差和陈玉希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 此时比赛来到第二轮 根据上场的出场顺序 还是张佳琪率先出场 他第二跳选择的是难度3.2的动作 向内翻腾三周半爆锡 漂亮漂亮 虽然水花压得很好 但是打开的控制稍微早了一点 最后拿到了84.8分 下面轮到陈玉希出场 他第二跳选择的是难度3.2的407C 哎呀差一点点 很可惜 起跳不是很好 并且还没有把水花完全压死 最后只拿到了78.4分 紧接着就轮到全红蝉了 他选择的动作也是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爆锡 真的是太完美了 就连解说都被惊到了 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水花消失数 并且凭借这完美的一跳 最后拿到了惊人的94.4分 这也是目前为止三人中最高的分数 第二轮结束 全红蝉超越张佳琪上升至第一名 第三轮比赛开始 由于上一轮被全红蝉反超分数 所以率先出场的张佳琪提高了难度 选择了3.3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锡 只见他非常自信的纵身一跃 整套动作行云楼水 看来实力还是不容小区的 最后拿到了94.05分的超高分 目前总分259.85分 超越全红蝉上升至第一 接下来轮到陈玉琪出场 他这一跳选择的动作是626C 逼离向后翻腾三周爆锡 难度系数3.3 很可惜 路水时打开的有点早 不过跟前两跳相比 这一跳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拿到了82.5分 目前总分237.4分 排名第三 最后轮到全红蝉出场了 那么他能否再一次超场发挥 成功这回比分呢 这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全红蝉最逆天最不可思议一跳 以称跳水界不解之谜 周济红都傻眼 这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 此时轮到全红蝉出场 他选择的是难度3.3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锡 还是不负重貌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并且对水花的处理也相当到位 最后拿到了跟张佳琪一样的94.05分 前三轮结束 全红蝉依旧稳居榜守 并且高注第二名张佳琪6.6分 陈宇希则排在第四位 紧接着比赛来到第四轮 张佳琪第四跳选择的动作是6243D 难度系数3.2 水花仍然控制的不错 但在最后的入手环节 还是有一点点的瑕疵 最后拿到了86.4分 下面轮到陈宇希出场 他第四跳选择的动作是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锡 难度系数3.3 这一跳还是很不错的 整套动作毫不拖一带水 入水角度也很好 最后拿到了89.1分 接下来轮到全红蝉进行第五跳 他这一跳选择的动作跟张佳琪的一样 都是难度3.2的6243D 毕丽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本次比赛 他的状态也很好 三场比赛都是稳定的发挥 水花处理的很不错 但是角度不行 很可惜 虽然水花处理的很好 但是入水的角度略有偏差 最后裁判只给出了86.4分 第四轮结束 全红蝉依旧排在第一位 张佳琪和陈宇希则紧随其后 分别位于第二 第三的位置 第一名跟第二名之间仅仅只差6.6分 所以还是很有悬念的 此时比赛来到至关重要的最后一跳 张佳琪最后一跳选择的动作是5253B 难度细数3.2 很可惜这一跳失误了 由于动作打开的太晚 所以对水花的处理不是很好 最后只拿到了76.8分 不过这样的成绩对全红蝉来说 还是没有一点压力的 接下来轮到陈宇希出场 他最后一跳选择的动作是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难度细数3.2 最终陈宇希83.2分结束了她的比赛 紧接着轮到全红蝉进行她的最后一跳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难度细数3.2 从现场解说不难看出 全红蝉这一跳稳了 果不其然 裁判给出了88分 最终全红蝉以总分440.85分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冠军 我们从多角度再次还原一下这套动作 看着全红蝉如此有美的视觉盛宴 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她的努力和坚持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全红蝉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同样我们也期待 全红蝉在之后能够更加的优秀 在跳水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经验 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你所期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就在昨天全红蝉和陈玉希再一次证明了 无论他们分开还是合体 他们都是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存在 经过一年时间的磨合 如今的王炸骨盒更为默契和强大 如艺术一般的动作让所有人看得如痴如醉 连对手都变成了他们的小名 2023年7月16日 第二十届游泳市井赛在日耿福岗如期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跳水队汇集于此 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次也是派出了强大的阵容 特别是这场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 绝对是让全世界都为之期待的 中国队的两名选手 全红蝉和陈玉希作为这个领域里的绝对王者 他们自合体后未尝败即 这一次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紧张的比赛 首先登场的是墨西哥选手 这一跳得到了48.60分 接下来是英国选手的第一跳 同样得到了48.60分 美国选手的第一跳 得到了45.60分 下面就是王炸组合的第一跳 王炸组合的第一跳就引起了全场的欢呼 也宣告了对手冠军已经尘埃落定 无论是空中动作还是入水的控制 俩人都是在降维打击 最后得到了56.40的高分排名第一 来到第二轮 墨西哥选手的第二跳 最后得到了46.20分 英国选手的第二跳 得到了48.00分 美国选手的第二跳 最后得到了38.40分 王炸组合的第二跳 漂亮 再一次得到了57.60分的高分 这一轮王炸组合稳稳占据着第一 我们来看墨西哥选手的第三跳 最后得到了63.90分 英国选手的第三跳 最后得到了70.20分 美国选手的第三跳 最后得到了69.30分 下面是王炸组合的第三跳 最后得到了79.20分 这一轮中国队继续拉开分叉 能限制王炸组合的恐怕只有难度细数 我们来看墨西哥选手的第四跳 最后得到了62.40分 英国选手的第四跳 最后得到了70.08分 美国选手的第四跳 最后得到了66.24分 王炸组合的第四跳 最后得到了85.44分 此时王炸组合已经领先第二名40分之多 还剩最后一跳 冠军的所属显然已经没有了旋律 人们只关心王炸组合还会带来 怎样令人惊叹的表演 以及谁能有幸拿到银牌 墨西哥选手的最后一跳 最后得到了70.08分 英国选手的最后一跳 得到了74.88分 美国选手的最后一跳 同样得到了74.88分 接下来就是王炸组合的最后一次表演 大家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走 冠军到手 恭喜中国队 恭喜陈玉昕和全红蝉 同组队之间 越来越默契越来越好 从未败过 毫无疑问 王炸组合再一次用赏心悦目的表演 征服了每一个人 无论是对手还是观众 都成为了他们的粉丝 最后裁判更是给出了91.20的高分 帮助他们一举拿下金牌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王炸组合 鼓掌点赞 你们是中国的骄傲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注意看当外国选手在比赛中接连拿到高分后 日本主场内的观众都认为 中国跳水梦之队这一次必将杀鱼而归 而他们却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竟然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在最后时刻两位中国选手开始发力 用一记记教科舒适的动作 让外国跳水队感受到了绝望 2023年福岗市井赛女子三米跳板决赛中 中国队派出来自海南的陈一文和湖北的选手昌雅 值得一提的 是俩人刚刚在之前的双人三米板中已经掌握了一枚金牌 所以这场单人项目中这对黄金搭档也是势在闭 但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这场比赛开始后却有几位外国选手灵光乍现 使本来没有悬念的比赛变得有意思了起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进入比赛一看究竟 首先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帕梅拉 加拿大选手开局状态就十分不错 最后得到了67.50的高分 随后上场的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选手萨库拉 让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萨库拉同样得到了67.50分 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昌雅尼的第一条 稳定发挥得到了64.5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一点 最后也得到了63.00分 第一轮结束 加拿大选手和日本选手发挥出色排名第一 而两位中国选手仅仅排名第三和第四 这个排名在整个系列赛中都是比较罕见的 所以这也让外国跳水队产生了可以拿到金牌的错觉 来到第二轮 加拿大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三点 这一跳在入水时出现了一点失误 最后得到了62.00分 日本选手萨库拉的第二条 同样选择107B难度系数三点 最后得到了66.65分 小日子选手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我们来看中国选手昌雅尼的第二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三点 进入佳境的昌雅尼这一跳拿到了67.5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二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三点 非常漂亮 陈奕文的第二条也拿到了67.50分 这一轮两位中国选手慢慢开始发力 红比分可以看出场上的赛事十分激烈 但这一切却都在中国队的掌握之中 我们静观其变 下面是加拿大选手的第三条 十分不错地得到了67.50分 日本选手的第三条 第三条365B 小日子选手没能顶住压力 最后只得到了58.50分 接下来是中国选手昌雅尼的第三条 最后得到了64.5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三条 陈奕文上演了教科书式的305B 空出了79.50分的高分 直接甩开了一众选手 这一轮后陈奕文占据了第一名 昌雅尼排名第三 但对于中国队来说此时的比赛才真正开始 加拿大选手的第四条 最后得到了67.50分 日本选手的第四条 最后得到了64.60分 中国选手昌雅尼的第四条 很轻松啊 不得不说昌雅尼高挑的身形太适合跳水了 如艺术般的动作拿到了77.50的高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四条 同样得到了77.50分 两位中国选手这时候才亮出了肌肉 展现了恐怖的统治力 分别占据了第一和第二名 此时还剩最后一条 虽然中国队仅仅领先外国队二十几分 但这却是一道他们难以愉悦的鸿沟 接下来就是两位中国选手的冠军之战 这对昔日的队友到底谁能夺得金牌呢 我们拭目以待 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条 得到了67.50分 日本选手的最后一条 心态已经崩了的萨库拉 这一跳只得到了48.00分 我们来看中国选手昌雅尼的最后一条 昌雅尼稳稳地完成了最后一条 得到了67.50分 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陈奕文的最后一条 大家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漂亮 没有问题 太漂亮了 两位中国选手犹如神仙打架 陈奕文的这一跳得到了72.00分 最后利亚队友昌雅尼夺得金牌 为全世界贡献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跳水盛宴 让我们给中国选手陈奕文 和昌雅尼鼓掌点赞 你们都是最棒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嗯 漂亮 当全红缠在众多外国观众面前 一次次的上演水花消失术后 整个体育馆内发出震震惊叹 外国选手和观众们 更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梦寐以求地压水花 寄出到这个小姑娘这里 竟成了家常变化 就在他们还沉浸在震惊中 久久不能平复之时 我们另一位王牌选手 陈奕希又战上了赛场 而陈奕希接下来的表现 直接让外国观众集体倒戈 他们不禁感叹拥有如此绝带双胶 不只是中国跳水队的姓氏 更是全世界观众的福气 2022年6月28日 坐标不达佩斯多脑和体育馆内 代表着全世界最高级别的 女子十米台比赛将再次发行 此战不仅吸引了一众实力选手前来 更因为有两位选手的存在 让这场比赛变得意义非凡 他们就是我们如今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当红炸子鸡 来自广东的选手全红潭 和来自上海的选手陈玉希 两位的威力想必大家都见识过 自出道以来在国际赛场上 让外国跳水队那是吃尽了苦头 从心有不甘再到现在的全然接受 外国跳水队现在似乎也已经习惯了 只要有这俩小姑娘参加的比赛 他们就卯足了进去 争银排和铜排就行 不过即便如此 全红潭和陈玉希这两位宝藏选手 每一次还是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惊喜 那么接下来闲话不多说了 大家帮好小板凳 准备好啤酒瓜粉花生饮料 我们一起来看全红潭和陈玉希再次经验世界 首先还是老规矩 由美国气氛组负责开场 他们第一跳选择107B难度系数三点 美国气氛组的第一跳就有点炸鱼的趋势 一整个就让所有观众都期待住 拿到了61.50分 别忘记今天炸鱼的任务 随后是马来西亚选手的第一跳 选择107B难度系数三点 我们就拿到了双人十米台的铜排 看得出来马来西亚选手同样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 这一跳的水花太惨 最后只得到了63.00分 下面是巴格选手马自达的第一跳 选择405B难度系数2.8 这位巴格选手也是炸鱼的种子选手 不过他的第一跳显然还是谦虚了一点 最后得到了65.80分 同样期待你们的炸鱼秀 巴西选手的第一跳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哎呦可以哦 巴西选手倒是很快地进入了比赛的节奏 成功拿到了75.20分 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全红蝉的第一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2 嗯漂亮 我的天呐 不得不说全红蝉的水感真的是太好 第一跳就用招牌水花消失数让现场造了起来 毫无疑问地拿到了85.50分 我们看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一条 同样是107B难度系数3.0 嗯 同样身为中国队的王牌选手 陈玉希自然是不会耸 用81.00分的第一条来回应对应 第一轮拳红蝉先拔头筹 以四分之差拿到了第一的位置 进入第二轮 美国气氛组的第二条 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好的非常的nice啊 美国队不愧是良心气氛组 第二条就用浪花朵朵来回馈粉丝 最后拿到了59.20分 马来西亚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2.9 马来西亚选手逐渐进入了比赛的节奏 这一跳如愿地拿到了71.05分 下面是巴嘎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八个选手已然明白了比赛的真谛 既然赢不了中国队那就另辟蹊径 用炸鱼一跳成功让裁判笑出了声 裁判果断奖励58.50分 多一分都怕他们骄傲 巴西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这个水花同样也是压的西四 最后得到了67.20分 中国选手全红蝉的第二条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嗯 漂亮 漂亮 非常的无奈啊 天赋这东西实在是太好用了 全红蝉的每一针动作都太具有没打了 即便是慢镜头回放都让人看得离不开双眼 最后得到了91.20这样的一个高分 我们看陈玉希的回忆 同样是407C难度系数3.2 观众那边甚至还没有补完掌 陈玉希又用五姐一跳再次点燃全场 丝毫不弱也拿到了91.20分 第二轮两位小姑娘依然打得难舍难分 高手之间的对决往往都在毫厘之间 我们看第三轮的比赛 美国气氛组的第三条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美国气氛组在倒气氛的道路上一去不复分 激荡的水花让场边的观众尖叫连连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玩激流勇静 脸为其难的再给他们52.80分 马来西亚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同样用炸鱼一跳来致敬美国气氛 最后只得到了62.40分 八个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2.9 今天这个泳池真的是老遭罪了 八个选手连难度系数2.9的动作都能炸鱼 最多只能给你60.90分了 巴西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305C难度系数2.8 哎呦我勒个去啊 巴西选手的这一跳差点把裁判都送走 裁判抹了抹脸上的水 给他46.20分一表问候 中国选手全红蝉的第三条 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实在是太可惜了 表现一直很完美的全红蝉 在207C上出现了致命失误 最后只达到了61.1 这个动作也在一段时间中成为了全红蝉的梦 我们来看陈玉希能否抓住这次反超的机会 他的第三条选择626C难度系数3.3 嗯完成的不错 陈玉希还是稳啊 大赛经验更加丰富的他抓住了这次机会 最后得到了85.80分 完成了对全红蝉的反超 目前以258.00的总分排名第一 红姐因为失误以20分之差排在第二名 不过全红蝉毕竟是全红蝉 接下来他得分的爆发力着实吓了所有人一跳 我们来看关键的第四轮 美国气氛组的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美国气氛组继续解锁诈于新姿势 再次得到了39.60的低分 马莱西亚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马莱西亚选手这两条发挥的不错 最后得到了75.20分 真是同排的有力获得主 八个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305C难度系数2.8 八个选手也在炸鱼的赛道中持续输出 最后得到了54.60分 巴西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看来今天外国队是和这池子过不去了 给你58.50分下去反思反思 我要赶快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来压压紧 不然我的心脏病都要犯了 全红蝉的第四条 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嗯 漂亮 我说什么来着 这点落后对于全红蝉来说压根不算什么 这一条不仅调整了过来 更是用一记水花消失数拿到了91.20分 我们看陈玉希的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这边陈玉希在入水时也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第四条拿到了80.85分 第四轮结束 全红蝉迅速将分叉追至10分以内 两个王者的金牌之争已经进入了白月号 这一次全红蝉和陈玉希到底谁会笑到最后呢 让我们赶快进入最后的队组 美国7分子的最后一条 最后得到了64.00分 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条 最后得到了67.20分 巴格选手的最后一条 同样得到了67.20分 巴西选手的最后一条 巴西选手突然灵光乍现 成功拿到了80.00分 感谢几位外国选手的助行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 来自中国跳水梦之队全红蝉和陈玉希的最终对决 我们首先来看全红蝉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D难度系数3.2 嗯 漂亮 实在是太挖塞了 全红蝉仿佛是一位跳水艺术家 优雅的空中动作配上极致的压水花技术 让人看得如痴如醉 裁判毫不犹豫地给了88.00分 现在压力来到了陈玉希这里 她能否守住自己的优势呢 我们拭目以待 陈玉希的最后一跳同样是5253B难度系数3.2 让我们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实在是太刺激了 在全红蝉不断的破镜下 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 一直很稳定的陈玉希在最后一跳出现了失误 在入水尸水花并没有压住 只拿到了78.40分 但当看到比分后现场的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 陈玉希仅仅以0.3分的微弱优势夺得了冠军 神仙打架的场面让观众们叹为观止 果然是跳水界的绝带双胶啊 全体起立 让我们骄傲的为全红蝉和陈玉希部长点赞 感谢你们为大家贡献如此精彩的表演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究竟是哪家选手这么优秀 竟能让台下的外国观众露出如此无可奈何的表情 答案就是我们又帅又美又厉害的中国组合杨浩和昌雅妮了 当他们在全世界观众的瞩目下展示优美的动作和精湛的技术时 所有的外国队伍都非常的无奈 明明他们这次也发挥的不错 但结果还是被中国队轻而易举的化解 就在他们还沉浸在上一轮的动作之时 我们两位选手再次淡定的走上舞台 最后用一季高端操作彻底把现场的气氛引爆 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跳水遥遥领先 2019年3月8日 坐标北京国家游泳中心 这场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混双三米版的决赛将在此轮重举行 与其他项目不同的是 混双三米版由于男女选手在技术和身体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 所以这个项目的难度非常之高 能拿到这个比赛的金牌那绝对是能力的表现 所以每个国家都跃跃欲试想拿一个好成绩 当然如果能击败中国队的话 那更是不得了 回去最起码能够吹个好几天 为了不让他们有多贯的孤单 我们中国队此次派出了实力选手杨浩和昌雅妮前来迎战 两位中国选手这一次会用怎样的表现来征服他们呢 接下来闲话不多说 大家搬好小板子 准备好啤酒花生瓜子饮料 我们马上进入这场精彩的比赛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 让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招数 加拿大队的同步性还可以 就是这水花没有压住 最后拿到了46.80分 随后是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一体 两位澳大利亚选手也是充劲满满 不过光有满力是不够的 这入水技术是相当潦草 最后只得到了45.60分 下面是英国选手的第一条 两位英国选手的个人能力还是有的 不过混双项目难就难在你不仅得自己跳得好 搭档的表现同样重要 由于英国女选手的失误 他们也只得到了46.80分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标准答案 中国选手杨浩和昌雅妮的第一条 你看看这动作这水花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样的动作和配合足以让有些外部队学习一辈子 毫无疑问杨浩和昌雅妮这两位老师在第一轮就让大家开了眼 轻松拿到了52.20分 无废吹灰之力就率先拿到了第一的位置 来到第二轮 加拿大选手的第二条 可以可以 加拿大队的这一跳就进步了一些 不错的拿到了47.20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二条 这边澳大利亚队也渐入佳境 成功拿到了46.20分 我们看英国选手第二轮的表现 哎呦不错 还是英国队率先开了翘 两位英国选手跳出了出色的配合 成功拿到了49.20分 外国选手在第二轮的状态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中国队却丝毫不慌 从这位小朋友看热闹的表情中你就能知道 中国队又要搞事情 我们看两位中国选手的第二条 实在是太漂亮了 同样的动作到了中国队的手里 就能跳得如此丝滑 修长又充满力量的身躯 仿佛真的和水面融为了一体 只有那点水滑在提醒我们 这是技术而不是魔法 再次受过51.00分后 中国队在第二轮就领先第二名整整7分之多 这什么概念 要知道由于混双项目难度系数并不会太高 这也导致各支队伍之间的分差并不会太大 这才第二轮中国队就拉开了接近两位数的优势 那么接下来当难度系数升级后 还有多少外国选手能顶得住呢 我们马上进入第三轮的对决 加拿大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405B难度系数3.0 不错不错 加拿大队的状态越来越好 这一跳经受住了考验 如愿地拿到了66.60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1 这边澳大利亚队也终于开了窍 这一跳成功拿到了68.82分 英国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405B难度系数3.1 哎呦我去 虽然戴力在这一轮跳得很好 但无奈女搭档在这一跳却没顶住压力 入水时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最后只拿到了64.80分 我们来看中国选手杨浩和昌雅妮的第三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3.1 太可惜了 中国队这一轮在配合上也出现了波动 最后只拿到了69.30分 虽然没能太大的拉开领先优势 但中国队还是稳稳地占据着第一 不过看到遥不可及的中国队在这一轮出现了失误 外国跳水队会不会还有什么想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关键的第四轮 加拿大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1 加拿大队真是越跳越兴奋 这难度系数3.1的动作成功拿下 不错地拿到了68.82分 这一下子比赛的压力就来了 我们看澳大利亚选手的 他们选择5154B难度系数3.4 追分心切的澳大利亚队选择了高难度动作 虽然完全的质量不高 但是最后还是拿到了70.38分 英国选手的第四点 选择205B难度系数3.5 英国队的这一跳还是保守了一些 最后拿到了65.70分 这一轮澳大利亚队又窜了上 反超一中外国队排名第一 我们来看中国队将如何回应 选择107B难度系数3.1 实在是太挖塞了 要不说王者就是王者 两位中国选手这一跳并没有选择高难度动作 用高质量的一跳轻松化解澳大利亚队的进步 最后轻轻加松松的就拿到了71.61分 外国队估计心里非常郁闷 无论他们怎样使劲 中国选手仿佛是两位大师一般 总能四两拨千斤的轻松化解 此时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两位数之多 还剩最后一轮 金牌显然是没什么选择 因为你指望中国队失误那还不如去报一报裁判的大途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激烈的银牌争夺之战 到底这次谁能有幸在中国队的手下掌握着没宝贵的银牌 我们马上来看最后一轮的比赛 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点 例如加拿大队闷声干大事 最后一跳迎来了爆发 出色的拿到了74.46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最后一跳 澳大利亚队终究还是没能顶住这巨大的压力 这一跳直接偏到姥姥家了 激荡的水花意味着他们只能拿到62.10分 英国选手的最后一跳 英国队的这一跳完成的也没问题 不过由于动作难度没有加拿大队的高 最后只拿到了67.89分 让我们恭喜加拿大队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银牌 接下来在全场观众和选手的膜拜之下 来自中国跳水梦之队的杨浩和昌雅尼再次登上了舞台 他们的最后一跳选择5152B难度系数3.0 大家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这小手一抖金牌就到手 随着杨浩和昌雅尼稳稳入水的那一刻 所有人纷纷起力向这两位王者致敬 感谢他们为观众带来如此精彩的跳水盛宴 而当裁判打出71.10分后 杨浩和昌雅尼没有任何悬念 一路领先地拿到了这枚金牌 为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荣誉势力在天辉煌 全体请 让我们为两位中国选手鼓掌点赛 你们真是太洒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注意看 当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奈与高难度动作在比赛中出现严重失误时 场下的德国教练满脸的不敢相信 因为就在刚刚我们中国小将陈玉希 却以这个动作拿到了全场最高红 这是2023年跳水世界杯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现场 来自世界各地的跳水高手汇聚一堂 此次代表我们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拳红缠和陈玉希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未来之星 俩人的比赛也吸引了许多前辈前来观战 不得不说陈若玲和郭晶晶是真的漂亮 而两名中国小将此次最大的对手则是英国选手多里尼亚 多里尼亚虽然才18岁 但凭借不俗的实力在本届世界杯中取得了第三的位度 不过虽然多里尼亚很强 但还是要沦为两位中国小将的背景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冠军之争 谁才能笑到最后 首先登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比基尼 他选择305C 难度细数2.8 比基尼第一跳得分63.00分 随后上场的是韩国选手崔恩 他选择405D 难度细数2.8 裁判打分58.80分 第三位则是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娜 他选择407C 难度细数3.2 因为失误这一跳只拿到了30.40分 接下来就是英国选手多里尼亚 他选择6243D 难度细数3.2 这一跳得到了76.80分 随后上场的是中国选手陈玉希 他选择107B难度细数3点 完美一跳得到85.50分 而最后一位登场的全红缠 同样选择了107B难度细数3点 裁判打分87.00分 第一轮结束全红缠暂排第一 陈玉希紧跟气后排名第二 意大利选手比金尼的第二条 他选择107B难度细数3.0 最后得分55.50分 韩国选手崔恩比第二条选择107B 难度细数3.0 最后得分54.00分 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娜的第二条 107B难度细数3.0 最后得分40.50分 英国选手多里尼亚的第二条 选择407C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分67.2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二条 选择407C难度细数3.2 完美一跳拿到了92.80分 中国选手全红缠的第二条 同样是407C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分83.20分 第二轮战霸 陈玉希反超至第一名 全红缠位居第二 意大利选手比金尼的第三条 选择407C难度细数3.2 得到44.80分 韩国选手崔恩比第三条 选择205B难度细数2.9 最后得分55.10分 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娜第三条 选择205B难度细数2.9 最后得到52.20分 英国选手多里尼亚第三条 选择107B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到67.5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三条 他选择6264难度细数3.3 再次拿到92.40分的高分 我们来到中国选手全红缠的第三条 选择6243D 难度细数3.2 同样拿到92.80分的高分 此时仿佛已经变成了中国队的队内赛 雅人神仙打架 第三轮陈玉希依然排名第一 全红缠稍稍落后位于第二 意大利选手比基尼的第四条 选择205B难度细数2.9 得到44.95分 韩国选手崔恩比的第四条 305C难度细数2.8 得到58.80分 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娜的第四条 选择6243D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到57.60分 英国选手多里尼亚第四条 选择305C难度细数2.8 最后得到67.2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细数3.3 最后拿到69.30分 中国选手全红缠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细数3.3 拿到69.30分 这一跳两名中国选手都出现了一点失误 不过陈玉希还是以8分的优势排名第一 那么最后一跳 全红缠能否完成绝地反击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意大利选手比基尼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到52.80分 韩国选手崔恩比最后一条 选择5152B难度细数2.9 最后得到56.55分 德国选手克里斯蒂娜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到62.40分 英国选手多里尼亚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最后得到81.60分 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陈玉希的最后一条 她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非常漂亮 陈玉希的最后一跳得到了91.20分 现在压力来到了全红缠这里 她是否能突破自我 全红缠的最后一跳 同样是5253B难度细数3.2 非常漂亮 全红缠这一跳同样得到了91.20分 最后陈玉希领先7分拿到了冠军 全红缠拿到了第二名 不得不说两名中国小将真的太厉害了 让我们为全红缠和陈玉希鼓掌点赞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这绝对是我今年看过艺术性最高的一场跳水比赛 每一位选手都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灵魂跳水 全场比赛泳池里的水都没有平静过 澎湃的水滑在炎炎夏日给场边的观众送去了清凉 优美的动作给视频前的朋友贡献出一场炸鱼盛宴 看完之后我只想说一句 菲律宾跳水天团 这胜是如你所愿 2023年8月3日坐标减阳体育馆 这场成都大运会女子十米台的决赛将再次举行 此次代表中国出战的两位选手 分别是河北体育大学的张蕊和华南理工大学的王伟赢 在这场比赛之前 所有人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稀疏平常的比赛 比赛的剧本无非就是中国队一路碾压 毫无悬念地拿到冠军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脱离了所有人的预料 甚至让我们中国选手一度都沦为了配角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进入比赛一探究竟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 挪威选手用第一跳将场子热了起来 最后得到了48.60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一跳 最后得到了55.50分 我想这位选手除了是名运动员之外 一定还是一位咖啡师 不然这拉哗拉的怎么能这么漂亮 下面是美国选手的第一跳 这一跳得到了44.80分 美国选手直接在水花上拉了一个爱心 你别说还挺好看的 日本选手的第一跳 日本选手的第一跳倒是不错 得到了57.40分 日本教练也是非常开心 不过别着急 很快你就笑不出来 中国选手张蕊的第一跳 连中国选手都被这强大的气氛所感染 罕见的出现了这么大的失误 最后得到了45.00分 我们来看中国选手王伟赢的第一跳 关键时刻王伟赢打破了魔咒 稳稳地拿到了75.00分 这一轮王伟赢鹤立鸡群 稳稳占据着第一 不过这一波还未平 更大的风浪就接踵而至 挪威选手第二点 再次激起浪花朵朵 最后得到了47.60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二条 不甘示弱地得到了36.80分 美国选手的第二条 美国队的这一跳 直接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裁判直接奖励54.00分 日本选手的第二条 最后得到了26.10分 直接帮坐在对面的观众写了个网 日本教练这下可笑不出来 中国选手张蕊的第二条 和现在看到的六足道立 好的没有问题 张蕊果断退出了这场闹剧 找回状态拿到了73.60分 中国选手王伟赢的第二条 稳定发挥同样也拿到了72.00分 这一轮两位中国选手开始领跑 分别位于第一和第二名 来到第三轮 挪威选手的第三条 感谢老铁送的大火箭 裁判送给你27个小分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三条 最后得到了52.20分 美国选手的第三条 最后得到了38.40分 日本选手的第三条 最后得到了22.10分 直接把坐在观众席的八个小哥看出了痛苦面具 中国选手张蕊的第三条 哇哦漂亮 再次得到了76.85分 中国选手王伟赢的第三条 火勒个去 今天是怎么了 王伟赢竟也出现了失误 最后得到了52.80分 不过两位中国选手还是稳稳地控制着比赛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选手都只拿到了一百小几十分 如果是全红缠和陈玉希的话 第三轮结束恐怕都接近300分了 来到关键的第四轮 挪威选手的第四条 最后得到了46.80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第四条 最后得到了54.60分 美国选手的第四条 同样得到了54.60分 日本选手的第四条 最后得到了44.95分 中国选手张蕊的第四条 最后得到了72.00分 中国选手王伟赢的第四条 王伟赢突然迎来的爆发 轰出了86.40分 也是非常奇怪 这一轮选手们集体找回了状态 虽然王伟赢拿冠军已经没什么悬念 但以今天的这种状态 张蕊能否顶住压力在为中国对包揽一枚银牌呢 我们拭目以待 挪威选手的最后一条 最后得到了46.80分 澳大利亚选手的最后一条 最后得到了56.10分 美国选手的最后一条 也拿到了56.00分 日本选手的最后一条 稳定发挥得到了45.00分 中国选手王伟赢的最后一条 虽然不是那么完美 但依然得到了70.50分 成功为中国队拿到一枚宝贵的银牌 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 中国选手王伟赢的最后一条 让我们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条 简直轻轻松松 王伟赢稳稳完成了这一条 最后得到了72.00分 结束了今天这场闹剧 最终以358.20的总分拿到这枚金牌 整整领先最后一名选手140分之多 让我们为中国选手鼓掌鼓掌 你们是最棒的 同时也要为所有选手鼓掌加油 知道你们也尽力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注意看 当日本选手马兹达在比赛中 致敬隔壁菲律宾的兄弟后 场下的日本教练非常无奈 只因为他们刚刚亲眼目睹过 陈玉希的水花消失术 强烈的反差让他们心中非常郁闷 同样的动作为什么中国选手 可以做到如此极致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我们另一位王牌选手全红缠又站了出来 而全红缠接下来的一跳 让他们彻底怀疑人生 这是2023年福岡市井赛女子 十米跳台决赛现场 就在今晚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急于此 因为十米跳台不仅仅是 观赏性最高的一个项目 更因为有两个选手的存在 将比赛提升至了一手的高度 他们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两名王牌选手 来自上海的陈玉希 和来自广东的全红缠 虽说外国跳水队为了这次比赛也倾巢而出 但在今晚注定要沦为两位中国选手的背景板 闲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年度大战 首先登场的是英国选手 他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最后得到了64.50分 接下来是日本选手马自达的第一条 他选择405B难度系数2.8 这一跳的难度并不高 但最后却只得到了63.00分 加拿大选手的第一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加拿大选手的实力的确在线 第一条便获得了76.50分 随后就是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一条 他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陈玉希的第一条就宣告了自己今晚的态度 火力全开的他得到了84.00分 我们来看中国选手全红缠的第一条 同样是107B难度系数3.0 漂亮 全红缠同样用一个惊艳的动作回应了队友陈玉希 最后得到了81.00分 第一轮结束 陈玉希以三分的优势排在第一位 进入第二轮 英国选手的第二条 出现失误最后只得到了53.20分 日本选手的第二条 最后得到了72.00分 加拿大选手的第二条 最后得到了67.2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二条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今天晚上陈玉希绝对是超级兴奋的 溅入佳境的陈玉希这一跳直接上演了水花消失数 令现场的观众叹为观止 这一跳毫无疑问地拿到了92.80的高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全红缠的回应 全红缠的第二条 同样是407C难度系数3.2 太可惜了 全红缠的这一跳在入水角度上出现了一点偏差 最后得到了83.20分 第二轮陈玉希凭借经验一跳将分差拉开到了两位数 来到第三轮 英国选手的第三 最后得到了62.40分 日本选手的第三条 少微等过了点 连姐说都无奈地笑 外国选手再这样下去 池子里的水都快被他们占到了 我们来看加拿大选手的第三条 加拿大选手倒是找回了一点状态 这一跳得到了75.2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三条 选择626C难度系数3.3 漂亮 哇 真棒真棒 陈玉希简直稳定的有些苦苦 一个臂力动作再次拿到了95.70分 压力瞬间就来到了全红缠这里 这一跳至关重要 全红缠的第三跳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也没有问题 同样是接近完美 非常漂亮 全红缠用完美一跳成功回应了队友陈玉希 最后也得到了91.20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此时的比赛仿佛变成了中国队的队内赛 两位中国选手决战紫禁之巅 外国跳水队只能远远的仰望 我们来看英国选手的第四跳会有所改变吗 还是犯了同样的问题 最后只得到了67.20分 日本选手的第四条 哎呦我去 这跳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说了 这一跳最后得到了37.80分 加拿大选手的第四条 最后只得到了44.55分 看来这个运动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太难了 我们还是看一看中国选手的表现环一环 看得我血压都有点高了 陈玉希的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漂亮 哇哦 你看看这前后的差距 这确定是同一项运动吗 这一跳陈玉希美滋滋的在拿97.35分 接下来是全红缠的207C 哇哦有了有了 关键时刻全红缠顶住了压力 这一次的207C直接轰出了一个满分 可见经过数次历练后 小姑娘真的成熟了不少 这一轮虽然全红缠跳出了一个满分 但陈玉希的发挥更加稳定 以369.85的总分排在第一位 此时还剩最后一跳 人们都非常期待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两位选手 到底还能带来怎样极致的表演 英国选手的最后一点 最后得到了72.00分 日本选手的最后一条 最后得到了62.40分 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条 最后得到了76.80分 随后就是本场比赛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我们来看两位王者的巅峰对决 陈玉希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中国队锁定金牌 稳稳地拿到了88.00分 接下来是全红缠的最后一条 同样是5253B难度系数3.2 大家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 太棒了 全红缠同样以完美的一跳结束了比赛 最后得到了91.20分 虽然遗憾地败给了队友陈玉希 但是本场比赛全红缠贡献出了唯一个满分一条 不得不说两位中国选手都太优秀了 让我们给陈玉希和全红缠送上大大的赞 我们为你们而骄傲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当巴噶选手以难度系数3.4的高难度动作拿到全场最高分后 现场的所有中国观众都捏了一把冷汗 因为本场比赛两位中国选手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而巴噶选手本场比赛就和开过光一样 用全场最高难度的动作把中国梦之队逼上了绝境 本着比赛可以输巴噶不能赢的原则 我们中国选手陈玉文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 气定神闲地走上了赛场 用教科书式的一跳再次断送了巴噶的冠军梦 这是2023年德国跳水世界杯女子三米版的决赛现场 中国梦之队此次派出的是我们该项目的金牌选手 来自湖北的选手昌雅妮和来自海南的选手陈玉文 两位选手的实力大家在之前的比赛都是有目共睹的 在三米跳板这个项目上 我们中国队可是有绝对的统治力 不包揽的金银牌都算是重大失误 但是比赛的剧本却被半路杀出的巴噶选手所改写 一度让本没有悬念的比赛变得惊心动魄起来 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让我们跑步进入比赛现场一探究竟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 不搞气氛的美国队还是很震惊的 第一跳拿到了63.00分 接下来是加拿大选手的第一跳 加拿大选手的这一跳太悬了 差一点就要炸鱼 不过最后还是得到了54.00分 下面就是中国选手昌雅的第一点 从起跳的力度就可以看出来 昌雅妮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这一跳中规中矩的拿到了63.00分 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分数的确偏低 随后上场的就是巴噶选手 巴噶选手第一跳就展现了强大的侵略性 成功拿到了69.00分 我们看中国选手陈奕文的 漂亮啊 虽说这是陈奕文的基本操作 但是成功把巴噶选手的气焰给压了下去 凭借72.00分的第一跳 陈奕文先拔头筹 进入第二轮 美国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3.0 美国选手的这一跳和上一轮的加拿大选手一样 在身体打开的时机上出现了问题 最后只得到了57.00分 真是难兄难弟啊 我们看难弟 阿呸 我们看加拿大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1 加拿大选手找回了状态 最后得到了63.55分 中国选手倡雅尼的第二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3.0 那是不妙啊 倡雅尼这一跳直接出现了失误 只得到了55.50分 这在这两年的比赛中都是比较罕见的 我们看巴噶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1 这边巴噶选手倒是越跳越来劲 这一跳再拿65.1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二条 选择205B难度系数3.0 好的没问题 陈奕文稳扎稳打再次拿到了72.0 这一轮陈奕文凭借稳健的表现稳居第一 巴噶选手则是虎视眈眈的排在第二名 我们昌雅尼因为失误落后到了第六名 让我们一起为昌雅尼加油助威 我们来看第三轮的对决 美国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305B难度系数3.0 最后得到了58.50分 加拿大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405B难度系数3.0 最后得到了61.50分 中国选手昌雅尼的第三条 选择305B难度系数3.0 好样的 昌雅尼这一跳成功找回了一点状态 拿到了70.50分 巴噶选手的第三条 同样是305B难度系数3.0 巴噶选手今天真是稳了 再次得到了69.0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三条 也是305B难度系数3.0 昌雅尼刚刚好一点 这边陈奕文又出现了波动 这一跳得到了64.50分 三轮战霸巴噶选手竟然只落后着陈奕文5分 按以往的话中国队早就锁定金牌 由此可见今天必将是一场恶战 我们来看美国选手的第四 最后得到了63.55分 加拿大选手的第四 最后得到了63.00分 中国选手昌雅尼的第四 最后得到了62.00分 巴噶选手的第四条 也拿到了63.00分 中国选手陈奕文的第四条 成功拿到了66.65分 还好还好 虽然这一轮中国队的发挥并不是很好 但索性还是按住了蠢蠢欲动的巴噶选手 此时还剩最后一条 落后9分的巴噶队必将做出疯狂的反护 中国跳水梦之队该如何应对呢 让我们进入最后的对决 美国选手的最后一条 美国选手突然来了灵感 得到了67.50分 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条 果然是好机友一起走 加拿大选手也不甘寂寞地拿到了69.00分 中国选手昌雅妮的最后一条 选择5152B难度系数30 好的很棒 昌雅妮这一跳得到了67.50分 成功为中国队锁定一枚脚牌 虽然今天的状态不好 但我们依然要为她送去热烈的掌声 不要灰心不要气馁 我们看八个选手的最后一条 选择5154B难度系数3.4 八个队绝对是拼命了 这一跳他们冒险地选择了全场最高的难度 他们最后也如愿地拿到了76.50分的高分 此时巨大的压力朝着中国队起来 陈一文要想拿到金牌 最后一跳起码要拿到67分以上 只见陈一文冷静地站上了赛场 从他坚定的眼神中我们已然知道了答案 他必将捍卫中国队的容量 你强人你强 轻松扶山岗 陈一文用教科书式的最后一跳完成了对八个选手的绝杀 最后得到了69.00分 以344.15的总分力压八个队夺得了金牌 成功捍卫了中国梦之队的荣耀 视频的最后我仿佛听到了八个队心碎的声音 让我们给两位中国选手鼓掌鼓赞 你们心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一场国际比赛硬生生地被这两个小姑娘弄成了队内训练赛 外国选手现在看到全红衩和陈玉希估计都头疼 对比赛一点期待都没有 每次就只能静静地看这俩神仙打架 没有一点游戏体验 好不容易熬过了福岡市井赛 这次的德国跳水世界杯中 这俩小姑娘又来搞事情 这一次他们将用怎样的表现来征服世人呢 2023年8月6日 坐标德国柏林欧罗巴体育公园 这场令全世界瞩目的女子十米台决赛将再次举行 刚刚在福岡市井赛拿到单双人金牌的全红衩和陈玉希 这一次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里 参加这场跳水世界杯的超级决赛 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不言而喻 能进入决赛的都是这个项目中绝对的强者 可以看到很多外国选手都是老熟人 他们在全红衩和陈玉希不断的打击之下 这些年也是进步了不少 某种意义上全红衩陈玉希每一次不仅仅在比赛 其实也是在给外国选手免费的示范教学 那么接下来我们闲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全老师和陈老师开课 首先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 他的第一跳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加拿大选手的入水控制还欠点火候 这一跳得到了66.00分 随后是德国选手的第一跳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得到了64.00分 英国选手的第一跳 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斯潘多里尼不愧是全红衩的好朋友 这些年真的进步了不少 这一跳成功拿到了72.00分 接下来就是中国选手全红衩的第一跳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简直太惊艳了 从慢动作可以看出全红衩的107B 比加拿大选手细腻太多了 每个动作的衔接都行云流水 最后得到了78.0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一条 同样是107B难度系数3.0 陈玉希同样用完美一跳回应了队友全红衩 最后得到了84.00分 从第一轮就开启了神仙打架的篇章 陈玉希以6分之插赞排第一 进入第二轮 加拿大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3054难度系数2.8 最后得到了63.00分 德国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107B难度系数3.0 外国选手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显然是不够的 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只拿到了54.00分 英国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不错不错 也只有斯潘多里您能看到全红衩和陈玉希的尾灯了 他的第二条发挥出色 最后得到了76.80分 看来是从全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 中国选手全红衩的第二点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我的妈呀 全红衩的407C仿佛就像一根针掉入了水中 这入水的处理能力也太强了 我在水下放个屁的水花都比它大 这一跳也毫无疑问得到了91.20分 我们看陈玉希的第二条 同样是407C难度系数3.2 虽然没有全红衩那么恐怖 但是这一跳也稳稳地拿到了76.80分 这一轮全红衩凭借出色的发挥反超了陈玉希 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 真是一场精彩的巅峰对决呀 让我们来看第三轮 加拿大选手的第三跳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加拿大选手倒是一直很稳定 最后得到了72.00分 德国选手的第三跳 选择205B难度系数2.9 这一跳德国选手本想降低难度提高质量 可惜最后动作质量也没有多高 只得到了52.20分 英国选手的第三跳 选择107B难度系数3.2 最后得到了67.50分 中国选手全红衩的第三跳 选择6243D难度系数3.2 全红衩一个臂力动作轻轻松松再取83.20分 中国选手陈玉希的第三跳 选择6264难度系数3.3 同样也得到了79.20分 这一轮两位中国选手军提高了动作难度 提前拉开了和众人的分叉 下面来到关键的第四条 外国选手到底能否顶住两位王者的压迫呢 加拿大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加拿大选手的这一跳身体打开的有些晚了 最后只得到了49.50分 德国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407C难度系数3.2 当难度升级后 外国选手接二连三出现了失误 德国选手的这一跳也只拿到了51.20分 英国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305C难度系数2.8 最后得到了60.20分 中国选手全红衩的第四条 选择207C难度系数3.3 真的太可惜了 全红衩的207C再次出现了失误 最后只得到了69.30分 此时陈玉希的机会来了 她的第四条同样是207C难度系数3.3 不得不说 虽然全红衩有识的单跳动作确实非常惊艳 但相比来说陈玉希更加稳定 凭借这一跳的89.10分 陈玉希再次完成了反超 以329.10的总分排名第一 而全红衩仅仅落后7分排名第二 此时还剩最后一跳 这一次全红衩和陈玉希谁才能笑到最后呢 我们进入最终的对决 加拿大选手的最后一跳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哎呦不错 加拿大选手突然灵光乍现 这一跳得到了73.60分 必须给个鸡腿鼓励一下 德国选手的最后一条 选择6243B难度系数3.2 最后得到了67.20分 英国选手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关键时刻斯潘多里尼出现了重大失误 只得到了54.40分 小姑娘也是非常自责 没有关系 你已经非常棒了 毕竟站在你对面的是这个星球上最厉害的两位选手 接下来就是令人新潮澎湃的冠军之争 首先我们来看全红衩的最后一跳 选择5253B难度系数3.2 简直无懈可击 在得到了86.40分后 全红衩成功将压力抛给了陈玉希 陈玉希的最后一跳同样是5253B 让我们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扎营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最后时刻两位中国选手满足了所有人的期待 纷纷上演属于王者之间的极致表演 陈玉希凭借91.20分的最后一跳 力压队友全红衩夺得冠军 感谢他们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比赛 为你们鼓掌点赞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注意看 当中国选手任倩和段宇在比赛中做出教科书般的配合后 台下的外国教练们面面相聚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同样的动作中国选手为什么可以做得如此细腻 从侧面看两个人仿佛真的融为了一体 而反观外国选手们不仅空中动作做的五花八门 最后的入水也是极其的撩桃 正当他们还在激烈的讨论之时 两位中国选手再次登上了赛场 随后又是一记精彩绝伦的水滑消失数彻底杀死了比赛 给所有外国选手上了一堂生动的跳水公开课 这是2022年国际泳源市井赛跳水混双十米台的决赛现场 我们中国对此次出战的是来自上海的选手段宇和来自四川的选手任倩 其实在比赛之前两位中国选手饱受质疑 任倩虽然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金牌得主 但后面受到了发育观的影响 状态一直不太稳定 再加上混双十米台与其他的常规项目不同 由于男女之间在体型和技术上同在很大的差异 十米台的混双对两位选手的默契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 导致这场比赛的不确定因素有很多 所以外国跳水对这一次纷纷摸拳擦掌 想在这场比赛中击败强大的中国队来证明自己 不过两位中国选手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大家搬好小板凳 准备好啤酒花生瓜子饮料 我们马上进入这场精彩的比赛 首先迎面走来的是熟悉的斯密达选手 让我们瞧瞧他们的水平怎样 斯密达选手其实整体的同步性还可以 纯粹就是个人能力有点差 第一跳得到了46.20分 随后是法国选手的第一条 很明显法国男选手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可是双人项目 就算你一个人跳出花来也无济于事 由于女选手的炸鱼他们只拿到了37.20分 我们看美国气氛组的第一条 哎呦呵 令人非常的意外 美国气氛组这次突然震惊了起来 有模有样的拿到了45.00分 不错不错 乌克兰选手的第一条 也还是柳斯文 非常的漂亮 乌克兰组合在外国队伍之中绝对是顶尖的水准 不仅个人能力出众 两个人的默契程度也十分不错 第一跳成功拿到了49.80分 外国选手们在第一轮就使出浑身解数 都想取得先机 我们来看两位中国选手的回应 任倩和段宇的第一条 跳得我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 两位中国选手第一跳就表明了我们今天的态度 银牌同牌你们随便争 只是这枚金牌我们先预定 在完美的拿到了52.80分后 中国队先拔头筹 迅速抢占了第一名 进入第二轮 斯密达选手的第二条 虽说没什么大失误 但是这个技术动作也是真的粗糙 最后只拿到了41.40分 期待你们的炸鱼表演 法国选手的第二条 经过搭档的暖心安慰下 法国女选手也找到了比赛的节奏 这一跳成功拿到了49.20分 由此可见找搭档和找老公是一样一样的 不仅要有精湛的技术还要有稳定的情绪 美国气氛组的第二条 美国气氛组继续延续火热的状态 再拿48.00分 乌克兰选手的第二条 好的没有问题 乌克兰队也用出色的动作回应美国气氛组 再次得到了49.80分 看来今天银排的争夺非常激烈 我们看人欠和段宇的第二条 这配合简直是太漂亮了 虽然俩人在一起训练的时间不长 但强者和强者之间往往都是一点就通 轻轻加松松的再拿51.60分 要知道前两轮都是规定动作 难度细数受限的情况下 中国队已经领先到了5分 宁可别小看这5分 这可能是很多选手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接下来进入到自选动作环节 当难度细数放开后 谁能抓住机会拉开分叉 又有谁会露出破绽呢 我们拭目以待 斯密达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405B难度细数2.8 果不其然刚刚进入自选环节 第一个出场的斯密达队就双双诈鱼 最后只得到了50.40分 法国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405B难度细数2.8 这边法国队也暴露了很大的问题 激荡的水花意味着他们只能拿到52.92分 美国气氛组的第三条 选择107B难度细数3.1 美国气氛组一定是打了鸡血了 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 如愿地拿到了69.30分 乌克兰选手的第三条 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乌克兰队也是非常硬气 用难度细数3.2的动作回应美国气氛组 成功拿到了72.96分 看来两个队是杠上了 中国选手任倩和段宇的第三条 选择107B难度细数3.0 自选是向前翻筒三周半 人权一致 实在是太他喵的挖塞了 两位中国选手化身无敌风火轮 高速旋转下不仅动作高度的一致 并且最后还稳稳地压住了水花 这样的无解表现让所有人都坐不住 裁判直接打手一挥送上77.40分 帮助中国队再度拉开优势 以181.80的总分稳居低 我们看关键的第四轮 斯密达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107B难度细数3.0 斯密达队在炸鱼的道路上发光发热 在炎炎夏日为场边的观众送去久违的两手 裁判果断奖励53.10分 感谢你为节能减排做出的贡献 法国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5152B难度细数2.9 斯密达炸完法国队炸 那是一炸更比一炸强 法国队也不甘寂寞地拿到了60.90分 美国气氛组的第四条 选择407C难度细数3.2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美国气氛组今天真是开了挂了 越战越勇地拿到了79.68分 成功将压力甩给了乌克兰队 我们看乌克兰选手的第四条 选择107B难度细数3.2 虽说乌克兰女选手连续出现失误 但凭借搭档谢雷达的出色表现 乌克兰队还是拿到了70.20分 中国选手任倩和段宇的第四条 选择407C难度细数3.2 此刻两位中国选手已经彻底进入了训练模式 不费吹灰之力地再拿82.56分 简直如入无人之境 此时中国队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几分 即使不懂跳水的都知道金牌的锁数根本没什么悬念 不过所有的观众依然翘首一趴 他们好奇今晚到底哪一个国家 可以有幸在中国队的手下掌握着美宝贵的银牌呢 我们马上进入最后的对决 斯密达选手的最后一条 选择5152B难度细数2.9 斯密达队绝对是今晚的气氛担当 用精彩的炸鱼结束今天的旅程 拿到了58.29分 法国选手的最后一条 选择107C难度细数2.7 我勒得去 这一跳直接把池子都给炸穿了 才探抹了抹脸上的水 送上46.17分 美国气氛组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好的不错不错 美国气氛组通过了考验 最后一跳稳稳地拿到了73.92分 那么乌克兰的两位选手能抵住压力吗 他们的最后一跳选择207C难度细数3.3 大概要跳了7.5 乌克兰选手真是大心脏啊 最后一跳竟然选择了207C这个动物 索性最后完成的还不错 在拿到了74.25分后 直接完成了对美国气氛组的绝杀 拿到了这枚珍贵的银牌 让我们首先恭喜他们 那么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重要的时刻 来自中国跳水梦之队 任倩和段宇的最后一条 选择5253B难度细数3.2 两位中国选手还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呢 让我们屏住呼吸 千万不要眨眼 就问你挖不挖塞 身为中国人的我表示非常无奈 实力摆在那 真是想不拿金牌都难 轻取76.80分后 任倩和段宇用实力告诉了世人 无论什么比赛 只要我们拿出训练的状态 我们中国跳水队就是无敌的存在 全体起立 让我们一起为两位中国选手鼓掌点赞 你们太棒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